前段时间火爆网络的人缝子陈伟霆终于逆袭了 11月27日下午 陈伟霆在微博晒出一张与侄女的可爱合影 照片中小萝莉安静地被陈伟霆抱在怀里 不哭不闹却表情严肃 陈伟霆还配闻道 这不就挺好的吗 厘迫自己不讨小孩子喜欢的传闻 小编只想问 你确定不是逼着人家照的吗 前阵子大家正沉浸在启悦夫妇恋恋恋的 秀恩爱中无法自拔的时候 陈伟霆却因为一张外甥女儿在她怀中大哭的照片 获封为拐卖小孩的人贩子 照片中陈伟霆抱着小外甥女儿 而小外甥女儿则哭得非常伤心 看起来非常不愿意给她抱 而陈伟霆却是带着一脸见笑 像极了人贩子 而且因为这神奇的画风 一个新型专业术语出现了 人贩子是抱孩子 其实组成人贩CP的另外一个成员 还有一个王大璐 早前王大璐在微博上PO出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与小猫的合影 还称我爱性感小野猫 另一张是张开大嘴和小孩的合影 照片中王大璐张大嘴巴做出要吃的表情 网友惊呼道吃小孩了 于是陈伟霆与王大璐的吃饭组合正式上线 王大璐在事后还微博关注了陈伟霆 网友也是调侃道 你偷孩子我来吃 本宫很明确呀 哈哈哈产业恋呀这是 近日陈伟霆与迪丽热巴的恋情传得沸沸扬扬 上周末 迪丽热巴现身陈伟霆南京演唱会 据说还是陈伟霆助理里进场的 不过两位当事人隔天就出来否认了 但是两人的互动很是甜蜜呀 对此粉丝们表示继续官网中 如果大师兄和小师妹真的能在一起 吃瓜群众们表示祝福 毕竟颜值都是那么的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